Hello 各位小朋友 9月第3星期 今天有些重量級的人物企業 我想他們都很重量 無論身體、年齡 年齡都很重量 年齡都很年輕 我們應該是老過你們 沒錯 是甚麼來頭的呢 這些嘉賓 請我們介紹一下自己 各位小朋友 你們好 我是葉耀昌 是社關部的部長 是 還有呢 是我們 有間屬校 池外幼稚園的校監 教育家人士 還有在社會服務處 我們新成立的 我是第一副主席 還有我 還有 長者輪舍中心 我是主席 即是老中青 經理都做了 還有 可能我以前是做銀行界的 有些財務的崗位 譬如現在是浸聯會 我是做管理財富的 又或者是愛群社部署 我都是做這個崗位 很多行業 很多行業都可以去請教一下 業本 失禮 要解決 我叫潘慶輝 我是中學校長 但是接下來我就退休了 但是呢 我就做 教育呢 可以說是做了 40年 就是這樣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41歲 有三個小朋友 由大學 中學 幼稚園 一直看著 現在呢 在教育裏 我都是 九龍城幼稚園的校監 嗯 嗯 我們都流口水 我們退休了 我們每個都可以找你幫忙 支援一下我們 應該是吧 我們 為天賦做多些事情 最緊要你完成了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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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影了 開到口 對 很開心你們今天帶首歌來看 我想知道校監是做些什麼 是 校監呢 我們就是 去 跟校長 跟老師 一起去同工 那我的責任呢 就是去 管理著這間學校 確定每一件事 都是井井有條 可以順利地 將我們的幼稚園教育 來去跟我們的小朋友 來去分享 這就是我的責任 嗯 好了 你今天帶了一些歌 來跟我們唱 祝福小朋友 是啊 是什麼師哥 我們一首是 我很喜歡的 叫做 《願主愛圍繞你》 好了 那我們就跟師哥一起唱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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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能外出 我們都知道他很想我們怎樣去對他 我也希望我們有神的愛 因為神愛我們 因為他愛了我們 所以我們要愛其他人 我們便帶著這份心去探望他們 讓他們可以開心一點 去倒過這個疫情 沒有信了主才探望他 不信主才不探望他 當然了 信了主 我們有一個好的維繫 但未信那些 我們便把福音訊息帶給他們 很奇怪的 你說第一次未必相信 但說幾次他便很想聽 追問你 我們很多個案都是 這樣把福音傳給他們 他們就相信了主 還有做我們的灑水禮 直接決製信主 很多這些個案 非常感恩 社關部這個月 其實九月是我們教會的社關部的部長 其實小朋友和家人都可以做多些 跟步入做也好 或者自己做也好 關心其他人去支援其他人的需要 我們舉手一起跟葉叔叔去做 好 好 幼稚園都幫我們忙 尤其是城鎮幼稚園 都幫我們去探望 蝦仔蝦女 其實沒有分年齡 個個來都可以 你媽媽爹地來都可以 然後就要去關心別人 是啊 好 校教呢 是 我想起一個見證 想和小朋友和家長分享我 我記得在今年 年初 我一個星期六 中午的時候 在吃飯 突然間收到電話 一班主任 我同事 通知我 有一位中六的同學 患了這個 新肺炎 我們當時都很惡然 雖然 當時的疫症很厲害 但想不到事情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人 很擔心 我都當然安撫我們的老師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拿了一些他的通訊資料 就打電話 和這個學生來去通訊 他很擔心 因為在家裡邊 就有爸爸媽媽 細妹 他又不知道這件事 會不會令到他身邊的家人 都受到感染 當時呢 我記得他等 救傷車來 將他送去醫院 都等了很久 當時那個服務 還不是好像現在 那樣上軌道 一直呢 我就打了幾次電話去 安慰他 我記得呢 最深刻就是和他祈禱 在電話上祈禱 告訴他 神的愛 是和他同在的 還有呢 他的家人呢 同在的 你 不要太懼怕 那麼呢 我都 跟他分享呢 詩篇二十三篇那裏 就說呢 他說 是與你 同在的 你是不至於缺乏的 那麼 他是一個 大男仔 當然 在電話裡 又不是說 會哭啊 很多事情 但是聽得出呢 他是很憂慮 因為他除了憂慮 家人呢 他還憂慮 他的同學 因為整班的同學 因為他的緣故呢 有可能呢 整班都要去隔離營的 那 很感恩 過了一兩天之後呢 很多的化驗慢慢出來 那只是他自己 就是真的有事 但是呢 他的症狀都算是 比較 輕微一點 沒有說呢 去到 就是要用氧氣一點 那他都住了一輪醫院 慢慢康復 那麼 那幾天我也都跟他爸爸 聊天 那 爸爸都很憂慎 因為 知道他兒子呢 要面對考DSE 所以都很擔心的 那麼 那在這件事裡面呢 我們看到 神愛愛呢 真的沒有離開我們 我們 同學啦 同學的家人 我們的 同班同學 甚至 我家學校裡面 後來呢 我們所有人都很平安的 那麼 也都呢 沒有其他的 就是衍生出去的感染 只是他一話一話 雖然真是不知道源頭 但是呢 神好 疼我們 那麼 就 被我們經歷了一個 那麼困難的時候 那麼 同學 也都 那個信心堅固了 那麼我說 你一定要 回教會啊 要 就是呢 將這件事呢 來跟別人分享啊 自己也都呢 要 繼續努力 因為上帝 給你有機會 去考好這件事 那麼 就是 神愛就是這樣 為了 很難忘啊 對學校 全家學校都一起去經歷 是很難忘的事 是 不理氣 那麼我們不如再唱多一次 好 好 祝福他 好 應該好一點啦 是啊 哈哈 祝福你們 好 欣賞 你 好 天赋上帝的慈爱 尚与你活同在 永远万签为天天交入你 愿我一点围绕你 愿你会天快乐 心心愉快 愿我与你上座 祝福你不会满日 耶稣会圈回满你 今个礼拜是社官主日 大家回到教会记得多了解社官部的东西 现在将时间交给说心传道和大家讲故事 唱诗歌真的很开心 希望小朋友都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喜乐 也将感谢和赞美的心呈献给我们的天赋 今天要与小朋友分享的信息 在《使徒行传》14章20-23节 题目是《进入神的国》 小朋友知不知道要进入神的国之前 通常会经历到什么呢? 保罗和巴拿巴在一个名叫路斯德的地方传福音 在城里有一个天生骑腿的人 即是走不了路的人 他听到保罗说到流露出羡慕的眼神 后来还被保罗发现 保罗知道他很渴望得到医治 就大声对他说 你起床吧 原本没力的双脚 忽然充满了奇妙强烈的力量 奇妙强烈起来 开始走路了 好惹啊 我以后都不需要用拐杖了 他呢 泪流满面地大叫 身旁的人呢 见到那个 骑腿的人好回 大家都很激动地围住保罗 跟他说 你一定在天上的神明下凡 我们要拜你 很多的群众拿着花圈 又拉了一只牛来 要向保罗献祭 百姓的无知 令到保罗又生气又焦急 他冲入人群里面 撕裂了自己的衣服 很大声地说 我不是神啊 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人来的 你们呢 要敬拜那位创造天地 那位的神 保罗呢 阻止了百姓的献祭 才可以结束这一场的闹剧 在全福音的过程里面 保罗又遇上另一群的暴民 他们呢 拿着石头去追打他 原来呢 那些人呢 之前都听过保罗说到的 但是呢 对他非常之反感 最后啊 保罗被打得 头破血流 奄奄一息 暴民以为他死了 就将他拖到城外就算了 后来保罗的同工找到他 只能围住他 好伤心地流泪 就在这个时候 保罗呢 竟然 抹大一只眼哦 还站了在身上 他这样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很多的艰难 很多人见到保罗的见证 信心就变得更加坚定不移 又来到亲子讨论时间了 第一 保罗说 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很多的艰难 在故事里面 保罗经历了哪些挑战呢 而他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第二 你试过在传福音的时候 遇到困难吗 可以尝试 分享当时的情况 第三 从保罗的故事里面 你学到些什么呢 你愿不愿意付出努力 将福音传扬出去呢 欢迎小朋友 和爸爸妈妈分享你的想法 来到今句大考验 兼顾门徒的心 劝他们行守所信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使徒行转 十四章 二十二节 让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主 进入你的国 必须接受很多的考验 而那些考验 可能是传福音的时候被拒绝 或者是失去一些自由 但是与主耶稣你所受的边伤 和刑罚相比 根本没办法相比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会帮助我们 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就能够坚定地带领人信主 将福音传扬出去 恳求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